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当然 说真的 利息要是再往上调 只是四分之一里 其实来说 对资金的流动性 对融资的成本 其实来说 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总是觉得 未来第一到第二个季度 美国又会在开那个发钞的了 又会在Q14的了 所以变成怎么样也好 对流动性的资金实时来说 其实来说 没有太大的影响 不过有一点大家留意 像美国股市 从那个15503点到最近的高位18668点 已经上升超过3000点了 这个是倒进式指数 再看看香港股市 从那个6月24号的低位19662点到这个月的高位23193点 同样 已经累积了升幅3531点 怎么样也好 高台一定有一个消化跟整顾的 要是没有什么力端的因素 股市是抓着高台 进行一个比较小的幅度之内进行一个消化 这个当然无所谓 可是要是有什么力端的消息 比如来说 可能会加息 这等于说 市场上面有一部分的堆冲的活动 可能会把握那个机位 把那个股市做一个明显的下压 这等于说 股市是会有一个正常的调整 而这个调整也会比较明显 比如来说 像香港股市 它上升了3531点 要是一个正常的调整 三分之一 好不好 就等于说 恒生指数是会低价220016点 这个是在9月中左右水平吧 当然 要是恒子还是抓着23000 一直油皮不动的 这个情况就不会出现 不过 上个星期三 上个星期五 恒生指数曾经跌圈了10天的平均移动线 到今天这一分钟 又再跌圈了10天线 还有一点 那个10天线同样也开始回头了 所以我觉得 9月份的股市在最初的一个阶段 还是会比较反复 而且不明的 说真的 经过了八个星期的不断的上升股市 要是有一个三到四个星期的消发跟整股 基本上是很正常的 所以对后一个阶段的股市暂时来说 我是看到比较保守股市是需要消发跟整股 当然 消发后 整股后股市还是在进一步往下推 而且在哪一分钟也会发展新的一个中期的上升 不过暂时来说 我们先看看它的调整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要买货的 我想9月中9月水平才考虑是比较好 嗯 那么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发表这个半年业绩的比亚迪股份 也就是编号1211的这支股份 那么它的上半年存力呢 是达到22.6亿元的人民币 年是升3.84倍 那么中期股息呢 是达到36.7分人民币 那么期内的新能源汽车销售收入大升达到1.6亿倍 公司就预期要说 首三季的盈利增长8乘3至9乘1 盈利介乎35.8亿至37.4亿元人民币 今天呢 比亚迪股市呢 也是带动这个股市汽车股 有一个逆势的上升 那么东风 华城 吉利 都有这个逆势上升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呢 比亚迪是涨1块4 是涨2.8个百分点 是报在52块4毛5 那么郭老师 你怎么样解读比亚迪的这一份半年业绩报呢 其实业绩是不错的 当然呢 环保的汽车还是有一个政策去扶持的 我们看看上半年的净利润 其实增长了384个百分点 等于三倍多了 对 到那个22.61亿的人民币 这样看起来 等于说大概24亿到25亿的港元 现在它的总的市值是481个亿 等于说它现在的市盈率是大概是20多倍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 当然下半年度 跟明年第一到第二个季度 它的汽车的销售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很关键的 最近来说 不但是比亚迪 其实来说 其他的汽车销售 譬如来说像吉利 他的汽车销售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当然 大家发展是不同 比亚迪是主要的环保的回阻 现在更有一个国家的政策去扶持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 只要保持这个势头的话 比亚迪股价恐怕还是有机会再进一步往上推的 现在看起来 它距离一年的高位53块2毛半 只是相差几毛钱而已 为什么它的股价会这么强 第一当然是 那个业绩公布出来 是有一点惊奇 而且大家觉得 它下半年度 其实来说 应该表现也不会太差 所以愿意给高一点点的股价去追捧 第二就是说 相对其他的汽车股来说 它是有一个政策去扶持的 所以我觉得市场是可以稍微乐观一点点 不过当然 一个月的低位我不讲了 我先说一个星期的低位 50块钱左右吧 50块钱零五分才对 那要是不跌圈的话 问题不大 最终还是要向破53块2毛半 这个一年的高位的 那我们最后再来跟进一下 截至到目前为止港股的具体表现 那么截至目前恒指跌100点 是报在22809点 那么国际指数也是跌66点 是报在9480点 那么也是郭老师 感谢郭老师给我们做出的详尽的分析了 希望郭老师的分析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郭老师 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股份 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的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